大家好,上一次我们是讲了检查点当中的页面检查点 那么这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测试过程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个检查点 叫做什么样?叫做表格检查点 表格检查点 那么还是接着上纸的代码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把UFD打开 那么点到我们哪里呢?添加图书类别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它实际上显示的是一个表格是不是 好,我想检查这个地方的软件测试是不是显示的是软件测试,对吧? 好,点进来,点插入标准检查点 这个就注意了 就是选WebTable 你如果选配件,那就是页面检查点 你如果是选单个元素,那就是什么?标准检查点 那如果你选的是WebTable,那就是什么?表格检查点 点确定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就会把这个系统当中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软件测试 第一列,第二列是什么?编辑,第三列是删除 都可以做个检查 那假如说现在呢,我要去知道的是什么? 第一次叫软件测试,第二次可能只有其他的呢 这地方我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调整了 可以使用变量的方法 也可以使用什么?敞量的方法 那假如说你后面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话呢 你可以做检查 如果你不想检查呢 就把勾取消掉就行了 看到没有?双击它就可以取消了 这个的话是通过变成的方法 或者是通过这个检查 这个自动什么?校验的方法 来实现我们这个什么?这个表格的检查 那我们确定一下,看一下什么效果 好,那这里面需要注意了 你在检查的你要看一下你是放在哪里的 你看,是在添加成功以后的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这个地方,数据不错都失败了 好,不管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那这里面应该可能会出问题 看一下这个运行的结果 这个检查点是失败的 这个是对的 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检查了 因为它什么样 运行失败了 没有这个程序失败了 都没有到下一步 那这地方怎么办呢 我把这个程序再起一下 把这个MASIC服务起一下 再回放一下看一下 我们再做一次运行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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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大陆进来,尖加失败 还是失败的 还是失败的 好 我们手工来看一下 是什么运行造成 哎,是可以的呀 好了,我把它退掉 我们再来执行一下看一下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好,操作成功了 好,我们把加板填一下 看一下运行结果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实际上是出现一些对象不匹配的问题 那实际上问题就出在刚才那个地方 这个我们这个贝斯系统老师有问题 数据部老师抽出失败 对吧 这个回头把它调试通过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它 调试通过再来看它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表格的检查方法 来什么样 来判断你添加的是不是成功的 但其实一般情况 我们都不用这个方式 因为这个方式不好控制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 这个 标准检查点的方法 来判断什么样 这个 你所添加的数据 或者是删除修改的数据 在我们的列表中写的是不是正确的 这里面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个 什么方法 什么table的检查点 table的检查点 好 那这次给大家就演示到这边 演示到这边 谢谢各位